2022年6月29日 葡萄牙媒体报道了基建部长佩德罗宣布的新机场计划 引爆葡萄牙政坛异议 先是总统马赛洛表示只知道那么一点点 但具体轮廓完全不清楚 后是总理科斯塔表示 要跟各党派和总统协商才能决定 言下之意就是基建部长是自作主张 没有大佬许可就出去放屁 到2022年6月30日 葡萄牙议会的各党派都表示不爽 老柯演了一出挥泪斩马素 直接要求基建部长佩德罗辞职走人 估计将会撤回刊发的里斯本新机场计划 再慢慢走一个过场 在葡萄牙的记者眼中 其实都知道现任基建部长佩德罗是社会党未来的希望 青年才俊 无奈他不是老柯的班底出身 这次先斩后奏的结果就是自己被卡擦了 至于里斯本新机场合时上马 就继续无数个阿玛酿了 同一德勺 它们这次要 Elder partnerships 对上牙鏡远时是对秃存 您或许可 准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